若过年您没有出国去感受年节气氛的话 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好玩的景点 像是嘉义的曾文水库 这里有一座无人岛 大家叫它山珠岛 因为里头有四十几只山珠 只要听到游艇的汽笛声 就会自动从树丛中跑出来 抢吃饲料 真的非常可爱 巴巴的汽笛鸣得好大声 这个不是给人听的 而是叫大家出来吃饭啦 仔细看哦 这无人岛上 一只 两只 三只 一大群山珠从树丛里跑了出来 聚集在岸边 不管大只的 小只的 黑的 白的 花的 每一只都晃着脑袋 流着口水 伸长脖子在等这一刻 哇 吃饭吃饭 山珠们拟推我起 张大嘴巴稀里呼噜的 拼命强 拼命吃 模样逗趣又可爱 只是这大约四十只猪 哪里来的呢 原来二十年前 这座岛本来有人住 但人走了就留下了这些猪 开汽艇的业者怕猪饿死 就天天开着船来喂食 久了 人和猪就养成了默契 只要听到这个气低声 叶猪就知道要吃饭啦 猪会跑出来等待 因为这一个特殊景象 当地人都把这座无人岛叫做山猪岛 还慢慢的成为游客口耳相传的景点 大家都想看山猪抢东西吃 山猪们大概也没想到 吃个饭也能变成大明星呢 记者陈建邦嘉宇报道